2000年的9月份,在联合国的千年首脑会议上,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就消除贫穷、饥饿、疾病、文盲、环境恶化和对妇女的歧视,商定了一套有实现的目标和指标,这就是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。 这个目标以1990年的水平为标准,计划通过15年的时间将全球的贫困水平降低一半。 在联合国制定的八项目标之中,有一项叫做消灭极端贫困和饥饿,按照当时的标准,每日的生存资金小于一美元,那就属于极端贫困人口。 联合国的191个成员国都应该紧紧的团结起来,首先为这些人进行专业技能的培训,让他们也可以参与生产活动,拥有体面的工作和收入。 时间总是过得飞快,一晃20年过去了,中国农村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,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,也成为了首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。 更是在2021年迎来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,是现行标准下,1亿左右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,832个贫困线全部摘帽,12.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。 至此以后,中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,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,这绝对是中国历史上,甚至是人类历史上都少有的一个高光时刻。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,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人民脱贫攻坚的四个阶段,顺便来畅想一下中国乡村的新未来。